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交流学词 铝板上我们焊接电线的时候 怎么焊接 那这个铝板上不好焊接 因为铝板上不担心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块普通的铝板 铝槽 这个铝槽上面就是不担心 我刚才反复试了好几次 我们再来试一下 大家看 做了一个焊点 我们再做一个焊点 那做了两个焊点 等它冷却之后 我们直接扣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扣下来 如果扣不下来 那它粘接的比较牢固 如果扣下来 说明根本不担心 好了 现在冷却了 那两个都冷却了 我们来扣下 轻轻松松就把这个扣掉了 大家看 特别的简单 那这个也是轻轻松松 就把这个扣掉了 怎么办 不但是更别说我们焊接接线了 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如果入到在链板上焊接的时候 没有焊接 我们就用这件自制的猪焊接 我们点上去 我们点上去点一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焊接呢 放到这个猪焊接的这个里面 大家看 还是不在链板上焊接的 不在链板上焊接的 不担心 怎么办 那这个链板就焊了 我们再愿第二个日子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滑直下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摘下链 等它冷却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会不会沾链 还是掉了 不担心 没办法 不管用猪焊接 还是用煎的东西 把这个表面破坏 都不担心 那是不是这个表面太光滑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粗糙的面 这个切割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有了一件战士 轻轻 一触碰 他就叫了 也是不担心 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日次来交流学生 喜欢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